10號的颶風訊號是驗證生效的 在正午12點鐘 強台風天甲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約70公里 我們預料天甲會繼續採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大致會趨向諸葛口西部 隨著天甲逐漸移向諸葛口西部 我們預計我們的風會逐漸轉向東南風 10號的颶風訊號仍然會維持兩三小時 風力分佈方面 在過去一小時香港普遍仍然受到裂風和颶風的影響 而在長洲在過去一小時仍然還錄得颶風的風力 由於受到風暴潮和漲潮的共同影響 我們維港今日的水位都是比較高的 在今天來說我們錄得到維港的水位可以上升到3.6米 從雷達圖看到 天甲的環流仍然影響香港 我們不時仍然受到它的雨大影響 有狂風大雨 隨著天甲影響我們 我們海面仍然有非常大的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來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